我很多次都觉得这个世界上能跟你做室友并且扛得住你脾气的可能只有我一个 你还记得咱俩住一起之后第一次吵架是因为什么吗 你在马桶上的时间太长了 这跟我说这也是很吵 对 我因此跟他吵过无数遍 是这个吗 冯女士 就因为有次出门之前我在厕所蹲了超过十分钟 都记得了 我记得我有几根大哥买过一次睡衣 对 当时我记得很多很多那种大爷大妈然后在那里挑睡衣 然后大哥看到跟我那是什么 他们在卖什么 让我看一下 然后我说睡衣 睡衣 咱们今年还没买快 抽一群 然后就挤到那群大爷大妈里面 而且在跟他们抢 最后挑了两件 然后好像是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一百五十三 哇 还记得他怎么进去 还记得呢 还记得呢 这里面好多香菜啊 真的 你不知道宋宁哥不是香菜的吗 你又不是闭嘴 前两天我们在外通告朵朵发烧 其实陆婷真的是超级超级关心他 他会连给我打电话 发消息说你帮我照顾好朵朵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 去哪家店哪栋楼哪个地方的好吃 他喜欢吃 但是不要让他吃那个生鲜类的东西 鱼 哈